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五款的火荷 是我们的火荷家族系列的Part 3 你一定不可以不知道哦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款 就是鼎鼎有名的Anterior Splendid 也就是泡泡龙 超级美丽 希望你没有密集恐惧症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叶子 它的叶子上面又繁殖出来一个个体 这个泡泡龙 是不是很可爱 所以你只要水分够湿度够 它绝对是不难养的 第二款就是圆龟火荷 Anterior Haltitude 那大家可以看到圆龟火荷 它这个是它的老叶 它已经开过花了 所以它的叶子就开始有一点花 它其实是很大片很漂亮的 那我们今天介绍圆龟火荷 顺便介绍它这个新叶 你看它的新叶 它的新叶是感染绿色的 然后我们要介绍它今天的花 为什么叫花竹呢 你看这个花是不是很像一根蜡烛 Haltitude 特别的粗大 像一根蜡烛一样 开花 祝果果实成熟 需要十个月 你了解它了吗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第三款 Anterior Chimuru 这个 Chimuru 非常特别 它的叶子是尖长型的 这个新叶是很亮很漂亮的 它再大一点它还会更长更尖 那这一款呢 我们叫做Chimuru AFF 也就是类似款的意思 目前还有很多类似款它是没有命名 但是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这个是Chimuru AFF 接下来呢 你看这个Chimuru呢 这类似款是不是跟Chimuru很像 这是它的新叶亮面咖啡色的 也是很美的 另外Chimuru又有一个Chimuru Type 这个都是二郭多产地 他们把它先归类出来的 因为还没有正式命名 就把它归类成这三类 所以这颗是Chimuru Type 大家可以分辨得出来 Chimuru这三款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第四款 它的名字也非常的难念 叫做Anterior Arrotum Discatur 那我们就简称 木丁花竹好了 比较简单 那这一款花竹的特色是什么 它的叶子是有绒面质感的 然后它叶子的颜色是有一点带着 青草的绿色 也是直立型 叶子也是越来越大 一直跳越往上长 那我们这一颗因为缺肥了 它感觉上有点黄掉 所以我们要去施肥了哦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今天的第五款 Anterior Arisamoides 我们就叫爱丽莎花竹好了 也有人把它细称为鸡爪 你看它有三个爪 它的叶子也是有泡泡的质感 也是很美的一个花竹 那花也是比较粗一点的 带着紫色的 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 那这一颗也非常好繁殖 你只要它长大 你从这边一直切掉 它就是又一颗了 然后它会一直往上长 如果你对于雨林植物或蓝花 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在底下留言 千万别忘了给我们 按赞订阅 分享种植的乐趣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 准飞